盘点印象服装的正确玩法 咦 爱丽丝服 如果你以为就只是件普普通通的女服装 那你就大错吞错了 她不仅可以踢开上场办公室的大位 这是我的学生这么敢玩的作业 你可以开个架手走吧 五毛 这也太少了吧 再加点再加点 六毛 不能再躲了 好撑脚 这可是我们辛辛苦苦 没日没夜干完的作业 怎么可以卖了 哎呀 你管那么多干嘛 给我换点绿花线挺好 真正的用法 其实是召唤小金神器 众所周知 公印小金的教室是上了锁的 只有到了晚上 门才会打开 现在还是到白天 看我怎么唤醒它 现进入二楼的理科室 然后直接用爱丽丝服变大 到达屋顶就算成功 这样小金愿就成功 咱到白天被唤醒啦 之后无论你去哪 小金愿都会跟着你 二 芭蕾服 你以为的芭蕾服 只是音效里用来完成任务的服装 不不不 其实它的用处可大了 不仅可以在课上着你的笨蛋童桌 遇到离谱老师 也可以直接用火喷它 今天的作业三百张卷子五十道作文 没写完不准回家 对了 作业要是不想写 就直直直直接给喷了 如果有成群的黑衣人来追你 你也可以边喷火边逃跑 如果实在打不赢 可以直接把头缩进衣服里装鸵鸟 大姨 那个糯米鸡躲哪里去了 等我找到它 教它好看 嘿嘿嘿 大家学废了吗